尼迅捷今年20岁 在中学时期 他是大家眼中的坏学生 当时他物交损友 耽误了学业 15岁时被社工送到儿童城 青少年外展服务中心这里参加活动 他说对他影响至深的是社工 跟他的一对一辅导 然后他们会弄我去想 迅捷在这里学习拳击四年多 现在他也帮忙教其他少年打拳 他认为拳击不只培养他的责任感 也让他收敛了暴躁的脾气 想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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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头上街头 了解街头少年的心声 给予适当的帮助 陈姿颖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半 起初他担心街头少年 会不愿意和他们沟通 接触久了却发现 其实只要是真心关心他们 青少年们会回应并且吐露心声 很热 他们注意到我们 而且他们有时间去准备 这会给他们时间 能够避免的事情 我们尊重那些空间 我们尊重那些空间 我只能不能坐下 不然我问群组 是否可以参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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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颖说 最大的挑战 其实是在认识街头少年后 怎么得到他们的信任 跟他们建立关系 这是我们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有些时候我只是在那里 等一、两个小时 即使他们过去睡 或他们可能不够 在那天 认识某些事情 所以我认为 在这种程序 和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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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大部分 飞越社区服务中心 也在YOUTHGLOW计划下 提供类似的 青少年外展服务 除此之外 他们也提供网上辅导 我们就也是看到 越来越多青少年 来到这个平台接受辅导 然后辅导的原因 通常是因为 他们有一些的 精神健康问题 比如他们有一些 焦虑或者忧郁 有些是因为他们的 学校压力的问题 这两年我们也看到 看到另外一种青少年 我们叫他们为 隐蔽青年 Hidden youth 他们不出去 不跟人家交流 把自己困在家里 就觉得比较安全 为了防止青少年犯罪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例如 预防12岁到21岁 青少年犯罪的 青年勾计划 通过各种活动 每个月向300名 青少年提供援助 当局也和教育部联手 每年向600名 可能或已经辍学的 青少年提供学业上的帮助 我们也通过导流计划 让犯了轻微罪行的青少年 可以完成导流计划课程 来代替法庭的起诉 那我们也通过缓刑等 以社区为中心的措施 让我们犯了错的青少年 也有望能得到家人的扶持 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 姚挺南博士觉得 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能够帮助他们 建立自身的认同感 他们在转型当中 他们在寻找自己本身的 那个identity 当中他们去尝试 不同的东西 就像是一个学生 进入不同的世界当中 不同的世界观 父母亲能够给他们 不同的支持 让他们去发展不同的空间 使他们能够很好的 找到自己本身的定位 每次我要打架 还是我真的很生气的时候 我会继续记住自己的 印象 我看我阿嬷跟我妈妈哭 那个真的是很心痛 我不要再看多一次了 对我说 家人第一 我妈妈 她为我死 是我不要听而已 如果我没有我妈妈 我的孕度会坏 我跟我阿公 感情不是很好 因为我的错误 我要跟她道歉 讲一个故事 我希望她会给我 迷途的青春难以追回 悔改的决心千金难买 引导少年迷途之返 需要的 只能照亮前方的指路人 和他人真切关怀的心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世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精彩视频 前线开讲即将网络直播 请扫描QR码 今晚我们谈 新加坡的政治和未来 正等着您的事 网红林兴志 管理顾问蔡伟杰 年轻创业者陈慧怡 国大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 新传媒新闻中文采访组 副主任聂国威 和前官委议员何伟杉 您可以在面部表达观点 或参与线上投票 现在就请扫描QR码 和我们一起开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que师父 耳朵 多感谢大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